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四个月 战火至今尚未平息 俄军加大火力 夺走多条无辜性命 现在乌克兰也有最新法案 乌克兰国会投票通过两下法案 针对俄罗斯书籍和音乐采取严格限制 俄罗斯公民若没有放弃国籍 就禁止在乌克兰境内引刷书籍 该法案也禁止商业进口 在俄国和摆俄罗斯的书籍 说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则需要特别许可 乌克兰新法案 需要总统泽伦斯基签试后才算生效 不过法案已获得民间大力支持 因为乌克兰民众最怕这场恶梦再度重演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 俄罗斯开始进行大规模洗脑 强制民众使用卢布 就连教育也以军国主义来洗脑 而自俄军入侵以来 凡是成功占领的地区都会以广告车 循环播放各种广告 包括宣传俄罗斯教育 强制悬声上俄语课 以及如何转换俄国护照 俄罗斯加速洗脑 就是要尽快达到统一抹饰 抹去民众自我认同 乌克兰国会通过去俄化新法案 一旦上路后 是并能让全民更加团结 勤心对抗俄罗斯 三里新闻这首报道